哈喽,欢迎收听最懂你的频道 我是主持人小瑞拉,还有我的搭档 Ashley 欸Ashley,最近有没有什么 章话地区,有没有什么推荐可以玩的地方啊? 有啊,很多耶 像比如说天钟啊 然后田尾啊 还有那个什么,鹿港 鹿港,对啊,鹿港小吃不是很经典吗? 对,我去鹿港,我最喜欢吃它的面线 然后我最喜欢吃它的糖葱 然后去,田尾我最喜欢去骑那个脚踏车 还有是,欸对 就是四人坐的脚踏车 对啊,在那边骑脏车超舒服的耶 真的,我超喜欢 因为我觉得像在中部的话呢 我觉得那些地方比较推荐是因为户外 然后因为像疫情期间户外是比较安全的 对,而且去田窗还可以野餐 就是真的张话蛮多点可以玩的 对,那晚上我们有什么住宿比较推荐呢? 有啊,当然有咯 在园林有一个住宿 然后我觉得还蛮漂亮 就是它有一个很梦幻的公主房 嗯,这个公主房有什么样特色要来推荐给大家 嗯,这个公主房就是很梦幻 它有一些装饰啊,然后有一些灯啊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城堡 小小的城堡的灯饰什么的 重点是它有一个漂亮的阳台 对,可以看到夜光台铁 然后附近还有就是 还可以看到八卦山 还有公园 所以那环境其实还蛮舒服的 就尽管你是要来旅游啊,或者想说无聊 想不知道去哪里悠闲的度个周末 对,或是你们是当地人 然后过年回来住不下 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住 那要怎么去搜寻呢? 呃,就是你可以打小瑞拉·Gabriela的公主住宿 对 你打公主住宿找不到直接打住宿 对,住宿 你可以到Facebook打小瑞拉·Gabriela住宿 或是直接到YouTube的下方资讯栏 也有住宿资讯告诉大家哦 因为你打公主住宿绝对找不到 对 对啊,就是告诉大家说 有一个很梦幻的公主房 但是仅此一间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跟你的闺蜜 跟你的男女朋友 然后想要享受一个独特的空间 然后可以眺望很漂亮的地方 然后还可以看到夜光台铁的话 就是不要错过 因为真的房间有限 就是要订购的话 请到下方资讯栏 然后有Facebook的资讯 或是打电话 打电话的话请假 张小姐 电话是0923818686 有专人问你服务哦 好,我们来进入正式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很特别 今天主题是 你想要用声音赚钱吗 我觉得用声音赚钱 这是一个近期还蛮吸引人 也蛮吸引的一个行业的 真的,因为现在大家 你也知道大家现在生活非常忙碌嘛 如果说像使用YouTube 你必须要把你的眼睛挂在YouTube上 你必须要一直去收看它 那你也知道现在未来有说 将近有几千人有可能会失明 因为使用的手机跟电视或是电脑太过于平凡 就是蓝光会受鼠 这样眼睛的细胞受鼠嘛 对,但是用听的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可以边工作边忙碌边收听 我想要听的 嗯,对啊 就是因为像大家都真的还蛮忙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很忙碌的时候 不要去透过影像直接听声音 我觉得是很方便的一件事 而且它跟车子里的广播差别在 你听车子里的广播 你并不知道它今天要讲什么样的内容 除非你特别去查 你可能就听到FM96点几 然后就直接听 可是如果你可以选择的是最新的Podcast 就是你可以到APP或是YouTube上 寻找很多Podcast的话 你可以是选择你喜欢的那个主题 你想听爱情的啦 健康 或是所谓的最新社会资讯 或是一些投资股票 它可以给你选择 不像我们在车子里听广播 就是它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现在的Podcast就是它可以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是 你想听什么我们就给你听什么 你可以去选择你要的频道 喜欢的声音 喜欢的男女主持人的声音 就是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啊 如果今天突然想要听体育版 你今天就有体育版的分类 然后今天想要听比如说音乐版 有音乐版的分类 然后今天想听什么金融股市又特别的分类 对 然后你还可以从所谓的Podcast排行榜去搜寻 就是最热门的前十名 就是说为什么它会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然后在网路上呢 就有一对夫妻叫 就是那些电影教会我的事 像我就是他们的粉丝 那为什么我会很喜欢听他们的广播节目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广播节目是非常有水准跟内容的 他们夫妻两会去看电影电视剧 或是一些热门的韩剧 诸如此类 他们会去分享还有影集 他们会去分享他们看到了什么 然后这里面有很长什么样的含义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看一部生与少女 我们就觉得那不就一部卡通吗 可是他可以从生与少女当中 他去发掘了很多事 比如说当代的文化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域跟暗域 其实都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在选择Podcast上面 有的人是选择知识教育 那有人喜欢 因为在繁忙的生活中 他只是想要有趣搞笑 他想要听一些很有趣的内容 他喜欢听相声 他喜欢听搞笑的笑话 可以来输输压这样子 对 所以你有多重的选择 对 那像我们要分享一下 如果用声音赚钱有很容易吗 那我先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频道几乎都是用声音嘛 因为我也想 就是我现在做的就是Podcast 然后在Spotify Google 或是Google播客 或是说Apple Podcast 我其实都有频道在上面 然后 可是我觉得在做这个不容易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因为 你喜欢的不一定符合大众 但是只有大众不较容易被看到 真的 就是 这真的是取舍问题 就是你 如果真的想要先被看到 你可能要先选择大众 然后再来 再来再做你想做 你会比较容易受到后续的关注 真的 因为如果你做的是大众 比如说现在大家最夯的可能是有关投资理财 或是疫情的关系 大家会希望说可以在家里工作的一些 一些金钱资讯 那这些可能似乎是大众 可是像我们小众的话 我们可能比较喜欢的是一些 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有人喜欢摄影 然后有人喜欢美食 那用美食到底怎么把它变成一个Podcast 那似乎也是 就是一个挑战 对 所以你可能不是这么大众 可是因为 我觉得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才可以把Podcast做的长久 对 而且重点是 你还要再做一个 就是你熟悉的事情 就是你不要特别 就是你不熟悉的东西 然后特别去 写一些很表显的东西 其实你 第一你会经营不久 而且如果比你更了解的人 他根本不会想来听 真的 如果你真的对 譬如说我们来比个月好了 如果你对3C产品非常的了解 你当然可以讲这些3C产品的东西 但是你因为不了解 想说3C产品现在才是最热门的 哪一支手机现在是最popular 哪一支手机现在是抢不到 可是因为你不了解 你永远的资讯就来自于网路 那网路这种东西 我也可以查得到 他也可以查得到 人家就觉得你讲得很表浅 因为你讲得很表浅 可能会导致于人家听到最后 对你的Podcast没有兴趣 人家其实喜欢的是你真的深入了解 但是内容有不有趣 或是那个你符合大不大众 其实这都是可以调整的 对因为如果你说的东西是 你自己本身比较了解的话 其实你也不用怕说 没有题材可以讲 因为你很了解 你知道要讲什么啊 你也不用特别去做功课说 哦要怎么怎么讲这样子 因为你本身就已经很了解了 我在网路做过一些资讯 就是像古矮 现在是赚蛮多钱的 就是在Podcast来说 他赚蛮多钱的 他就是我还有看过 他们一系列的分享文章 我真的觉得是要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 如果你平常就有在看一些 投资理财的东西 你对这个研究可能 超过了五年十年 那因为今天有一个 Podcast的平台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说的很久 说的很广 然后你可以讲的很有心得 对但是如果今天你 只是为了想说而去说 想要为了收视率而去说 你讲的太表情 人家其实一听就知道了 因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人家一听就知道 嗯你这个八成从网路来的 真的 因为如果连网路上都查到人 干嘛何必来听你的广播 对啊而且我去网路上查 我干嘛浪费时间听你一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半广播 对啊 因为Podcast跟YouTube又差在 YouTube尽量是在十分钟以内 对 收视率会比较好 但是Podcast就是可以录到 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两个小时 只要你们愿意听 那个Podcaster就是愿意录 对 真的 因为说真的就是 就像你说的Podcast 它本来就是让人家 在忙碌的时候 可以去收听的 所以如果你太短 人家反而觉得很麻烦 要去切 真的但是我觉得做Podcast有个点就是 它可以训练你的 沟通能力 对 如果你Podcast是你只有一个人 当然我觉得一个人做Podcast很辛苦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频道是爱情频道 就叫做一起听爱情 小瑞拉的爱情频道 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我做的非常辛苦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在讲 你知道我讲到一半 我有时候会觉得很累 我想吞个口水 然后我在录的时候就发现有吞口水的声音 但我就觉得我的录音品质不是很好 对 所以我觉得Podcast还是两个人以上录 我会觉得 第一个增加有趣性 趣味性 第二个 你有可以有休息 对 一个人一直讲真的很累 真的你没有办法 你看到如果你在做YouTube的话 你有时候可能可以转接画面 然后干嘛 你可以有休息时间 你做Podcast是不能中断 因为听众就会直接听 你觉得你怎么断断续续 怎么又嗯嗯嗯嗯 然后你就觉得说 哎你的Podcast不完整 可是在YouTube人家是视觉动物 到底声音其实都是可以靠后置来辅助 你的声音其实不是这么重要 重要的是画面 嗯对真的 因为像如果说 你有时候想休息 或你真的讲到一半 忽然卡住或是在停顿思考一下 其实你有一个partner真的很好 因为旁边的人会帮你接 对 但彼此要培养默契 对 还有我觉得做Podcast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平常要就是养成多阅读的习惯 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话的罪字容词啊 或是我们平常讲话的不流畅度 其实你平常在讲话你根本就不会发现 你自己开始在做Podcast的时候 你自己去录了一段广播 然后你自己去听也发现 哎我常常讲话怎么断断续续 或是我怎么一直讲 而且然后而且然后 就是发现这些词根本就不顺 对 可是你真的要亲自去录 然后再听回放你才会发现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做这个你真的可以训练到很多事情啦 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啊 就是我觉得阅读真的也很重要 因为你看书 书总不可能耗容词醉字吧 不会 对所以有时候书也可以 就是有时候你光看书 你可以看一遍 呃一遍是看书 然后第二遍念书 嗯 念酒 其实你也会有一点语言的 呃延迟的逻辑在 真的 而且我觉得Podcast 还可以训练到一点 就是你要听得懂对方说什么 你才知道要回什么 就是有时候在做Podcast不容易 就是如果这现在的观众们 想做Podcast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建议 就是在做Podcast的时候 你们就是彼此之间 你们想说先个reg个稿 然后等下正式开录 但是我觉得reg稿 永远跟正式开录 永远都是不一样的状况 因为我们如果要照稿念 真的很无聊 而且你照稿念到最后 你就变 我今天要说的是 今天 人家观众就跑掉 如果是我听 我就第一个跑掉 所以基本上你的Podcast 是不能照稿念的 那你也知道 如果你没有照稿念 你不可能完完全全都 跟你刚刚写的那个稿一样 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我觉得在彼此之间 你如果要找一个一起录Podcast 他必须要跟你真的很好 他知道你要接什么 他知道你会说什么 然后彼此之间要有默契 然后最重要的是 录广播真的要专心 因为你录广播专心才知道 哎 他停顿了哦 要接什么 才突然说 哎 你刚刚讲什么 我没在听耶 哇 那这下广播又要剪 真的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对 真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从事或者说你真的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你建议啦可以就是找一个partner 你身边熟悉可能是兄弟姐妹可能是好朋友 最好是真的是跟你平常生活圈在一起的人会比较有默契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定期更新 哦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也超重要的 如果你刚开始做可能还没有所谓的客群是没有关系 但是你做久一定会有属于你的粉丝跟听众 如果你常常一个礼拜更新 然后突然间有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再更新一次 人家会觉得你的观众就跑掉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更新 但是你刚开始在做你也不一定说我每个礼拜几一定要更新 因为有时候工作繁忙 然后有时候你可能孩子是小众 你可能没有办法透过podcast有收入 那你可能就是把它当业余来做 那你说我一定每个礼拜一定要更新吗 我会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不一定要礼拜几更新 但是尽量可以的话就是维持同样频率 譬如说我两个礼拜更新一次 或是我每一个礼拜更新一次 这样观众知道说 哦你的更新频率是如何 但他会去关注 他会说哎 很像很久没更新 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更新了 然后因此就有机会再度收听到你的广播节目 对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刚开始做还不是就是全职的话 其实更新真的会有压力啦 会 对啊但是如果说你也可以就是 如果你也可以像你刚说的那个 像小二啊刚说的那个方法就是你可能先不要固定 固定讲说你杀实更新 就是你可能就是用一两个礼拜 但我觉得基本上啊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刚开始做最好还是一个礼拜更新一次 对 会真的比较有流量跟曝光度 对那刚开始做如果发现收听的人很少 请也不要气馁 因为永远有一句话就是永远大家都说的万事起头难 如果这么容易成功 这么容易在podcast就让你这么如期的赚到钱 我告诉你全世界大家都不用工作 我们每天都不用工作每天都来录podcast 不可能 第一个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魅力 有的人他善于言辞 有的人善于阅读 然后有的人善于什么样的不同的方式 如果全世界好 比如比喻全世界有一亿个人 也许只有五千万个人适合来做podcast 因为可能他善于言辞沟通 然后善于一些听啊 听得懂对方说什么回什么 可是呢如果从这五千万个人 又要来归类了哦 那他到底涉及哪些领域是有办法说的长久 然后观众喜欢听 然后持之以恒的又剩多少 其实我觉得不用考虑到说 哎我说的到底是不是大家喜欢听的 我就觉得你想说什么 那你了解你喜欢什么 我觉得讲单一性 比如你讲时事你就都讲时事 比如你讲爱情你就都讲爱情 比如你想要讲什么音乐你就讲音乐 我觉得单一性比较好找到客群 对因为如果你单一性的话 你比较好 应该说你比较好做自己的品牌 就我今天只要讲到音乐 我可能就想到某某个心 我今天讲到主持 我第一个就想到谁 例如像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做 因为应该是说 不是说你不能做多元性 可是你要在做多元性之前 你必须要先做单一性让大家认识你 这是基本的 因为如果你都做单一性有一个好处 比如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我就知道你会分享 最近Maybe K-pop 有什么样的流行歌曲 或是最近什么台语歌 国语歌英文歌有什么歌曲 我会准时收听你的频道 但你今天讲音乐 你明天讲八卦 你后天讲日本 或是讲一些国家文化 我会觉得说你没有一个定位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听什么 或是我只是可能无聊天宁 是无所谓 但是如果有的人 他是主观意识 不要讲他想要听的就是这一类 他可能你就会流失这样的客群 对 所以我觉得说刚开始做 不要野心太多 就是说我想要 所有客群都要 都要拦住 对对都要拦住 就是我觉得说先做单一性 而且一定要先做自己擅长的领域 对而且单一性有时候 粉丝是很始终的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人 他是小众 他可能讲的都是有关一些环保议题 那你觉得环保议题 怎么会有人想听 可是就是有这样的客群 虽然偏小众 但是你要如何把这些小众客群 变大众 这就是个人的本事了 对 因为如果你podcast 就是做的有名 然后下载赤注高 的确是容易有广告商会找到你 那如果透过这些广告商 你的确是会容易有收入的来源 那好处是如果你节目都做单一性 比如说你都在做音乐的 那如果今天某个艺人某个明星 想要宣传某一首歌 他是不是有机会到你的节目上打歌 对那基本上你是不是就会有一份收入 但是我就说过万事起头难 你可能要做很久的时间 你才有可能达到说 有一定固定的粉丝处去听你 然后广告商才会发现你 那因为广告商大部分都是看排名找到你 那你如何在排名之内 这是不容易哦 或是说你在排名之外 可是广告商还是依然找得到你 因为他喜欢你的独特特色 但是广告商是现实的 你必须一定要有一定的客群 他才有可能投广告给你嘛 那不然我投了一个广告给你 结果都没有人听到 或者说我投了 结果投出客群 对所以我觉得先有定位 会是容易让广告商找到你的一个办法 对 单一性在开头其实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我觉得 你们可以去评估一下 其实适合做YouTube的 不见得适合或不适合做Podcast 或者说你不适合做YT 但是或许你真的适合做Podcast哦 真的 因为有时候是声音问题 因为你知道YouTube就是 他本来就是一个视觉性 所以就是你要嘛就是有画面 然后很吸引人 不然就是你可能说话什么很浮夸 或是说你的频道里面有一些特效 吸引人 可是Podcast不一样啊 Podcast有时候会听的人 肯定是他在忙事情 或是说他睡前 或是说他在干嘛 所以基本上Podcast的客群也比较 他不是这么的这么的就是 他可能希望是平稳的声音 所以如果你声音很平稳 你可能在YouTube会吸引不到观众 因为别人会觉得好无聊哦 很boring 对很boring 可是你在Podcast 反而人家会 你的这种声音反而会受到欢迎 对因为如果他喜欢说 他现在在看书 他戴着耳机 他不然突然间你尖叫 他耳朵会受损 对他会吓来掉 对所以他反而希望你的声音是平稳的 可是我觉得我要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想做Podcast的原因 我当初呢是想做YouTube 那因为你知道 你现在在收听这影片就是YouTube嘛 我当初YouTube 我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拍什么 跟录什么 对然后我就一直想说 那我来拍个搞笑影片好了 可是我拍搞笑影片 我遇到瓶颈 我当初找了一个比我年轻的一个男生 然后跟我一起录搞笑影片 然后当时我还不会剪片 然后那个跟我一起搭档的那个男生 他光剪片就剪了两个礼拜 重点是他也剪不出来 对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办 那我更新受到了阻碍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在跟他做的同时 刚才做YT的同时 他很忙碌 他可能三个礼拜才约到一次 然后剪个影片可能要三四个礼拜 我就觉得说 哇我没有办法如期更新 然后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什么都要靠别人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达成任何的一件事情 后来呢我就想想 后来又我那时候想做的之后 因为没有办法如期达成 我就两年后 我心里就是一直觉得 我很想要做我喜欢的事 其实我喜欢的是做广播 跟做主持人这一块 就是想用声音赚钱的概念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嗯YouTube明明就是佛视频 怎么会有人想听声音 然后如果假如像我们的 像我的做法就是我只放几张照片 然后后面都是声音 有的人觉得很无聊 因为YouTube不就是佛视频的吗 有一天我就是在想说 真的有人做这件事吗 其实在好几年前 在Podcast还没有很盛行的时候 在好几年前我就在想 我其实拿手其实是声音 拍视频不是我的强项 摄影也不是我的强项 我的强项就是说话 跟就是我听得懂别人说什么 我可以在很及时的时间回复人家 我也可以把人家讲的三行的字 长话短说变一句话 问他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我的强项 所以我觉得说怎么办 我好想做这件事 但是我不知道有任何的平台 可以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后来我就这么酷 后来隔几年后 然后有一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 然后就有一个男生跟我说 最近很流行Podcast 然后我就跟他说 有吗?Podcast不是都是车上的电台广播吗? 或是说这怎么会再流行回来? 他说你相信我 这几年真的又开始流行Podcast 你可以做做看 然后那时候我就下载了一个Podcast Go 就是一个APP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奇怪到底要怎么上传 然后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去研究到底怎么上传Podcast 因为上传Podcast真的很麻烦 他不是这么容易说 我声音录一录 剪一剪 我就把它传上去 他必须要去申请的 就是如果有做过Podcast的人 就知道他申请流程 其实有一点麻烦 然后我好 就是我那时候做 然后我那时候也在想说怎么办 我要怎么用威力导演 把它变成音频 然后传到Podcast的APP上面 我做了许多的功课 后来呢 有一天我就在YouTube 看到了马克信箱这个平台 不是平台 就是YouTube 他们也是做了一个 我向往的事 他们真的有时候 有几个当然是有影片 但有几个是 真的一张照片到底 然后他们做他们的声音 他们其实真的是 纯粹的广播这样 对 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也有人在做 我原来想的事情 对 可是那时候可能我没有发现 他已经做很多年 我都没有发现这件 就是发现这个人 在做这些事 后来我才发现说 原来也有很多人 做我心目中梦想的事情 就是广播这件事 对 所以我现在全部都在做广播 对很年轻的人来说 像我去看我YouTube的 背后的那个收视率吧 大部分都是 三十几至四十几岁收听 年轻人偏少 过于老的也偏少 因为过于年纪大 可能不会使用这些3C产品 或是APP之类的 但是我发现 过于年轻的观众 其实他们比较喜欢视频 他们真的比较喜欢有影片的 真的反而是我们 就是可能说开始出社会工作 他反而会希望说 我要用听的 因为可能就像你说 因为在忙啦 就会想要用听的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你说你的客群三四十嘛 有可能已经是妈妈啦 顾小孩干嘛的 也是想要用听的啊 对 所以我那时候才发现这个市场 那我做Podcast 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一个梦想 当然有收入来源也是不错 因为才能维持我的生活嘛 但是我做Podcast 真的是我的梦想 是因为我有很多事情 我想分享 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平台 那为什么我不要录影片 为什么我不要做一些 大家常做事 因为我喜欢的事 就并非大众 我喜欢的意义体 不见得是大众 但是我做我喜欢的事 才可以长久 这就是重点的 你做你喜欢的事 你才可以做的长长久久 也许做了两三年后 我红了 那我还可以坚持到两三年后 也许我很快的红了 谁知道 但是也许十年后才红 但没关系 因为我喜欢 那我会一直不断的去 做我喜欢的事 然后坚持到有一点 我觉得我达到我理想的目标 我希望我的目标 就是我希望可以真的到电台去主持 那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去主持婚礼 甚至有机会让我去上TED的节目 就是我很想做这些事情 但是目前来说 我可能还是小众 所以可能没有人去注意到 但是我相信小众有一天都会成为大众 只要你持之以恒 继续坚持做你喜欢的事 一定会被看到的 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 刚做真的也不用庆了 因为你刚开始 其实做单一性 真的很容易刚开始就是小众 对 因为你如果一次做很多元 你可以来很多不同的客群嘛 但是刚开始 你单一性是小众 你也不用庆了呀 你就是一直做 当有一个人看见你 两个人看见你 是你的客群 他总会看见你 对那我们来听一下Ashley 你当时怎么想要去做Podcast 你的Podcast是那个 他是aggirl爱许 那你可以在YouTube搜寻 他做的是说书的分享 对因为 因为我当初就是 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看这些 就是平常我就有看书的习惯 这样子 然后就是看一看 然后也当初也没有想太多 也就是看完 然后再下一本 再下一本 再下一本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 就觉得说 就是也是 也是接触到Podcast 然后就突然 有就是 就是想说 或许我好像可以把我 就是生活上看过的这些书啊 可以应用在这个上面 就是用书书的形式 跟大家分享 我看过的书啊 或者是内容 就因为可能有些人 他会想说先去浏览一下 大家这本书在讲什么 然后再去看这本书 所以我会 我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课群 然后再来就是 可能就是 有些人喜欢听 说故事嘛 从故事中 可能得到什么启发 或者说 这故事在讲什么 我看不懂 也会有这两种课群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说 不然我来做做看 说书好了 对 所以我当初就是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发想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 艾许娜你在做这件事 是不容易的原因 是因为 像我们要做什么分享 是比较快 你是真的得看完那本书 然后如果你有不懂地方 你可能真的要重复 看了蛮多次 然后甚至去听其他YouTube的分享 或其他网路的文章就分享 去更深入了解 这本书到底带给什么样的人含义 所以我觉得你在做Podcast 会比我们更不容易的原因 来自于你要录 有视讯的部分 视频的部分 你必须要录很久 因为你有时候可能觉得 讲错尴尬 或是说你可能觉得 自己画面录得不好 对 或是说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怎么办 我这本书 我好几百页 我可能要看很久 所以它更新的时间 是不会有我快 但是我觉得 你在做任何一件事 就是要认真用心 就算我看了三个礼拜 才把那本书看完 我还是坚持把我的那个 原本该做的事情做完 对 因为像做这个说出 真的比较 做这一个方面 真的比较不容易 是如果你说旅游啊 说一些就是时事啊 其实都比较容易 但是你知道要赎这种东西 就是你真的要把它看完 然后再来看一遍 可能是你可以讲剧情大概 可是再看第二遍 就是你如果要讲那什么 就是里面一些的寝思 隐身的寒意 对不对 隐身的寒意 可能它想看第二遍第三遍 然后有一些细节的地方啊 你可能还要再就是搜寻一下 看你理解的对不对 就是说出不容易是因为 如果我只讲就是故事大纲 我也可以去直接去看故事大纲 我干嘛要听你说 基本上你就是会去分享一些 就是含义 可能我认为这个含义是这样 你认为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来比喻一个故事 就像我那时候看的 李奥纳多的隔离岛 然后当时我记得叫隔离岛吧 对隔离岛 我当时看完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嗯 李奥纳多肯定是被陷害的 好 大家如果一定没有看过隔离岛的话 可以去看 我就不加以说明 就是整个看完 我都会以为李奥纳多 那时候是伴着警察 然后他去寻找 有一个人失踪的案子 就是可能逃遇什么之类的案子 但是事实奇怪就是 没有任何的迹象 每个人都讲的一副 就好像真的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然后他后来发现自己很像 就是要被做成实验对象 所以到结局的时候 每个人都跟他说 你就是那个精神有疾病的人 的病患 对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最后 我也崩溃 他也崩溃了 那我崩溃的原因是因为 我一直用着他是警察的身份 然后去看完整个故事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又再去看了第二遍 我又把他当成疯子的那个角度去看 又觉得很合理 如果我把他当警察 去看这部电影 我就觉得说他被嫌害 我如果把他当疯子 去看这部电影 就觉得很合理 因为真的大家都把他当疯子 后来我为此还去查了 许多的资讯 我才发现 原来答案真的是 他很像是疯子 可是我觉得这并没有一定 如果你认为他是警察 你就会认为他是警察 所以就像在看书一样 这本书没有人说得准 只有作者心里最明白 对因为这本书就是他自己写的 虽然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射 就只能他自己最清楚 可是像我们后面读者 真的就只能 就是比如说讲一些心得 或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 我们看见了什么 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样 可是像我觉得这一点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像Podcast 虽然你要做小众啊单一性啊 可是记住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至少要做出一个 要嘛就是你要做实用性 应用性 然后不然就是你要做 趣味性 因为如果趣味当然吸引人嘛 可是如果你要做 比较boring的东西 比较无聊 比较乏味 你真的就要做应用性或实用 像故事这种东西 说书嘛 其实有时候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平常会看书 或你真的那一天 特别想去了解这本书 你才会去 特别想要去查这个资讯 才会找到我 但是 但是如果说 我还延伸了一条路 给另外一种客群是说 呃 我从故事中 得到什么启发 或是说 我从故事中 呃 讲一些就是我的角度 跟一些就是分析啊什么的 真的又会发另外一种客群 就会想说 就是比较如果 呃 想要吸收一些不同知识的人 也会想来听 嗯 所以你可以 虽然你一样可以做单一戏 但你可以 透过不同的角度去 去分享你的事情 一样可以去延伸不同客群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可以做到独特性 如果今天你也发现 大家都在讲电影 那譬如说像 虽然虽然那些电影叫做 我自己 他也在讲电影 他非常popular 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条 不一样的路 但是如果你也喜欢这一块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觉得独特性是 会比较受欢迎的 因为如果这件事情 已经有人在做 你在做人家 就会觉得你想要copy他 copy他 或者说你可能只是想要 称他的热度 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的事情 做一个独特性 譬如说 我做我喜欢的事情 做的题目是我喜欢的 是不要 尽量不要给人家重复的的话 诶 被受关注的几率比较高 嗯 像是人家想说 我想听电影分析 那因为比较红的 一定会先出现在 Google的帮手 那你永远都在 第20页 第100页 人家永远找不到你 但是因为你做到单一性 或独特性 那所以很容易被搜寻到 对 真的 然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也有一点蛮重要 就是做Podcast 然后名字很重要 对 我觉得名字很重要 对 因为 有知道你内容在怎么样啊 你其实名字不被收 就是你不被先看到 别人也不会知道 你内容怎么样 对 像如果 像我取叫小瑞拉 Gebira 其实蛮辞亏的 如果你今天在Podcast呢 看到小瑞拉 Gebira 如果我没有做任何YouTube 你想说那到底是讲什么 小瑞拉 是讲故事吗 还是讲音乐 就你完全没有定位可以演 如果就像我第二个频道 就爱情罗曼史 是大变的那个史 你就觉得 哦 这个一定八成讲爱情 那为什么像一坨史呢 你可能因此还觉得很好奇 来探究 为什么人家会说爱情哪行一不赛 对 你就会想要了解这个隐身的含义嘛 对 但是小瑞拉这个就不好定位 那为什么我会坚持用小瑞拉这个名字 因为 我觉得小瑞拉代表我 我就是小瑞拉 那就是我一个 我自己的 个人品牌 就是我个人品牌 而且那是我努力生的一个baby 就是小瑞拉就像我的baby一样 我努力陪她成长 她有多少成就也是我给她的 也是她陪伴我的 对 对 所以我像所以我们在做Podcast的名称的时候 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在你没有很红的时候 你可以for一个name 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名字 但是我尽量觉得选一个比较明白的 对 比如说古癌 就是知道在讲古事 然后那些电影教会我是不用说 就是在讲那些电影教会我的事吗 电影啊影集啊 对 就是你的名字 就是一定要兼具独特性 然后再来就是兼具你说的 要让人家一眼就明白你在干嘛 其实人家会比较好搜寻到 对 就是不要说 因为如果刚开始我如果不点内容 我就不要说小瑞拉三个字在干嘛 我可能就不会特别有兴趣点进去 可是我如果看到小瑞拉 然后一个很干 爱情罗曼史 然后我就会知道 他在讲爱情的事情 如果我刚好是失恋的人 我就会想要点进去听一下 而且我也会我也会就是知道 如果他真的讲得好的话 我还会对这个名字印象深刻 因为小瑞拉很特别嘛 这没有人叫小瑞拉 嗯对对对 对啊 就觉得很特别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 印象深刻 名字你可以取独特性 那要这样不要跟人家重复 所以你在取任何名字的时候 拜托就Google YouTube搜寻一下 如果有重复 拜托不要 因为人家一定不会找到你 人家一定会找到那个订阅数最高 然后最触及率最高的 绝不会找到你 对因为像我叫Edgy Girl爱许娜嘛 那我本身就是 我出了说书 因为说书真的是我 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嘛 这是for我的兴趣 那其实我主要的这个 还是在做一些什么穿搭文啊 可以站我的FB啊 然后IG都搜寻到我这样子 Edgy Girl爱许娜 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穿搭 然后我对穿搭也有 我自己的想法 跟一些角度的见解 所以就是 我有时候会分享 我的一些穿搭的照片 然后怎么穿搭 然后一些心得 跟一些就是 想法给大家这样子 所以像我取这个名字 人家就会 就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也很像 什么服饰店或什么的名字 对 竟然还有人逼他说 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 对 因为我那天其实 只是很纯粹想要分享说 我觉得这样搭很好看 而且这样搭就是 我觉得很酷 因为真的 像有一些衣服嘛 上宽下宽 人家就会觉得 好像是很难搭 可是 因为我那一件真的是 有还有硕生一些的 一些技巧 然后就想跟大家分享啦 所以我就有特别打在那个文章上 然后分享出去之后 真的还有人回馈 就是密我说 欸你是服饰店吗 我想要跟你买那件衣服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没有没有 我只是纯粹分享 代表说他的取的那个 name 很像服饰店那一件 对 所以才会让人家误会 可是我觉得这样也是好代表说 欸你的取的名字 跟你要分享的东西是一致的 对 那最后呢 我想跟就是所有想 刚要做podcast的人一些想法 第一就是 你要记得万事起头难 不可能那么容易让你赚到钱 如果这么容易你就不用工作 所以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不能为了盈利而去做这件事 你一定要是你喜欢 想分享 能说 然后觉得你可以做得很长久 那你再来做podcast 然后第二 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真的要真的什么都会 就是我当初在做的时候 我就想说啊剪片麻烦他 那个动音频麻烦他 哎我跟你讲真的你要什么都来 其实我觉得做podcast 或是做任何youtube 就很像 自己是一个公司导演监制 然后 什么灯光师 什么样样自己来 你自己 在拍摄的时候 你必须要自己有灯光 然后自己去调整 因为没有人帮你 刚开始你也没有 那么多大笔资金可以去使用 所以在做podcast 会比youtube好一点 但是 音频自己剪 东西自己想 制作什么各方面都是自己来 所以你等于要把自己当一个万能的 你绝对不要一种依赖心 在想说 好我要做podcast 然后这个麻烦你 那个麻烦他 我跟你讲 第一个除非你很有钱 那不然你做不久 因为你的薪水都for这些去了 所以要做podcast 真的 就是我跟你说过 学习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但是学习是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 而且因为你学习的 你不用靠别人 你反而这条路才能走得更长久 你靠了别人 你永远都要支付人家钱 你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去支付 除非你已经非常红了 人家背后可以请一堆团队带你做这件事 在还没有之前 我觉得凡事都要学 包括剪影片 音频 缩图的制作 然后还有如何上传是最基本 然后怎么去申请一个podcast的 平台账号 这个都是需要做功课的 对 因为像我觉得 我觉得在刚开始做的时候 就是 我觉得他这点说的很对 就是 很让你说 反是都要靠自己 因为在你会了之后 你真的是 你真的后面你可以再找团队 就是 因为效率问题嘛 可是前面如果自己都会的话 你就不用靠别人 像当初 当初你还请A 然后去剪影片 就剪了三个礼拜还剪不出来 对 然后请B 然后B又每次都约不到 对 我会觉得说制作太困难 对 没有人陪你录 然后 就是你 你如果靠别人 你真的是会 刚开始你都完全没有进度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YouTuber 或是做一个podcast 比做一个艺人 还要辛苦 对 真的 虽然艺人也很辛苦 但是做这些必须都自己来 因为你要兼具很多个角色 比如说摄影师啊 然后 就是 影片啦 什么时候 你都要自己来 兼具很多角色 今天如果你要拍个YouTuber的视频化妆 你势必也要自己化 而你要兼具化妆师 那个穿搭 自己配 然后各方面的拍摄角度 干嘛 你能自己来都要自己来 因为没办法 你没有那么多的成本可以使用 对 然后还有一个做podcast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 就是做podcast的年龄层 可能就是 就是会收听的人 可能年龄层会比较高一点 比较不会是这么年轻的 但是你要怎么做符合大家大众的口味 然后如何从一个小中变得大众 如何持之以恒 然后最重要是如何去省情那些难关 真的你样样都要来哦 在做podcast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先想好主题 然后稍微跟你的partner 稍微微了一下稿 但不可能完全照稿念 然后怎么讲人家兴趣留言 你都要去关注 然后时事稍微明白了解一下 最重要是如何把整序从头到尾 把它做好到上传上去 真的不容易 对 对哦 但是 呃 光光难过光光过 就如你真的有 真的要有学习的心跟耐心 其实是OK的啦 对啊 其实是可以的 好 祝福大家都可以往自己的梦想前进 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许多人的确会想转换跑道 那你如果想做这件事 不容易 但是也不代表不会成功 所以就是记得万事起头难 要持之以恨 还有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 跟开启小铃铛 还有最重要的是 可以到apple podcast google博客 然后spotify 然后anchor 然后各大平台都有我小瑞拉的频道 那aggirl爱许娜呢 她的youtube也是有她的说书频道哦 她叫做aggirl爱许娜 说书什么 好像就叫说书 好像就叫说书 那可以找一下 那还有 如果你们到就是过年期间 或是说这几个月呢 想要出去玩 那如果到中部去玩 然后也不妨的话呢 可以到不同的住宿地方去看看 就搜寻小瑞拉 Gabriola住宿在FB 然后就是可以私讯我们 我们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好哦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